今年以来,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曾多次透露出其访华意愿。 北京时间7月6日,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后不到三周,耶伦也开启了其为74天的访华之旅。 他曾在今年4月公开发表讲话,称要消除噪音,基于冷静的现实来谈论美中经济关系。 此次耶伦访华的顺利成型释放了核种信号,作为负责经济事务的重量级官员, 此次访华型预达成核种目标,又会对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哪些利好。 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平进行解读。 我想这次耶伦的访华是经过中美双方共同商定的一次访华之旅。 这个跟以前表述还可能不一样。 以前比如说一个部长来中国来访华,更多是受中国官方的邀请,那么这是双方的商定。 也就是说关于这一次的访华也能传递的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美国非常的积极地主动地要来华跟中国改善这种关系。 当前,美国通胀水平达历史新高,有专家分析称,由于今年以来持续发酵的美债危机,目前美国经济也出现了明显的动能减退。 曾任职美联储主席的耶伦在美国经济领域扮演重要角色,他曾多次公开表示寻求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促进两国增长和创新的经济关系。 许立平认为,耶伦此访意在与中国经济团队建立联系,提振美国国内的经济信心。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跟中国的新的经济团队来建立一些联系,那么这个联系呢,我觉得是对美国,特别是提振它的这个经济的信心,能改善美国的这个宏观经济环境,可能是有一定的帮助性的一个作用。 今年以来,耶伦多次表达了愿与中国加强合作,6月中旬,他也曾发声反对美中脱钩,称倘若美国彻底切断对华经济关系将是一场灾难。 许立平认为,此访对增强双方互信有一定作用,但关键要看美方能否以实际措施推动合作。 我觉得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消除双方的一些误解或者一些不信任的东西,但是这仅仅是开始,要真正的消除, 还有很长的路来走。 美国说,不想跟中国脱钩,是去风险,那么如何来理解你这个去风险? 那你这个去风险的逻辑能不能够使中方幸福? 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的。 关键是美国要拿出一些实际的措施来推动中美在经贸方面的一些合作, 特别是在一些高科技的领域,是不是美国还会举起这种挥舞的大棒,来不断地进行制裁中国? 我觉得未来的这种合作空间也还是蛮多的。 毕竟中美过去的几十年的这种合作的经验已经充分地表明, 中美实际上这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种合作的关系, 应该说如果和中国脱钩断链,对美国来说是灾难性的,这世界也是灾难性的。 有专家分析称,随着布林肯耶伦访华, 未来或许还有一些美国官员会陆续访华, 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关系开始解冻? 徐立平认为,出现这种判断还为时尚早。 对美方来说,要和中国对话,要跟中国合作, 关键是还是要改变这种对中美关系的这种错误方向一些判断。 只要美国可以说国会还有美国政府不改变对中美大使的这种看法的话, 那么亲眼中美关系解冻,我觉得还为时尚早。 感谢观看